已经知道cos 35度是等于k 所以我就可以先画一个35度的三角形 cos 等于k 代表斜边是1 x 边是k 那外边呢 1-k 平方 k 根号 那因为35度是锐角 所以它就是正的 ok 我们现在要用k来表示tang575度 575在哪儿 首先先扣一个360来看看 360扣完之后剩下215 所以360不用画了吧 它就是要一圈没 所以我等于就是215度 215度的话再扣掉180的话 是不是就是35度 所以它就是180之后再多35度 所以很清楚了呗 我们的参考 参考的小三角形 这个角度就是35度 好来短边 外边这边 1-k 平方 k 根号 然后呢 x 边是k 斜边是1 but它是在第三项线 所以请你补上 负号 最后咯 575度 575度在哪儿 在这儿 所以负的根号 1-k 平方 分之负k 负负拿掉之后呢 就变成了这一坨 1-k 平方 开根号 分之k 为什么上出来 为什么上出来跟上出来 刚好相反 好我们把这三角形呢 翻过来 来 x 边呢 是负k y 边呢 是负的 根号 1-k 平方 斜边是1 好那我们要的tang 575度 等于多少 这里 所以是负k 分之负的 根号 1-k 平方 负负消掉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k分之根号 1-k 平方